回到加拿大的消息 現在是新近發生的事 在多倫多附近 應該是大多倫多地區 有六宗針對土囊襲擊人的事件 這是戰狼或野狼Toronto 這個白寧頓市 即是Burlington這個城市 成立了一個危機管理小組 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在星期六的時候 在羅斯蘭地區新街一間養老院 有個阿姐 早上就在前院的長椅上休息一下 休息當然是躺在椅子上 情況是側身躺在椅子上 臉背著椅背 然後睡著的時候 就有一隻戰狼 或者是土狼 咬著椅子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幸災樂 其實是很慘的 那隻狼 幸好 體型是比較小 那隻狼的顏色 就像沙的顏色 那隻狼的顏色 那隻狼的顏色 就咬著椅子上 但是幸好不是很痛 那嚇一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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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了之後 但是那隻狼 不知道為什麼 又要繼續黏在那隻狼的顏色 咬著椅子上 咬著椅子上 好害怕啊 其實 我不是幸災樂 不過我看到很滑稽的畫面 就是 這個大姐 沒辦法了 咬著椅子上 很痛 接著就嚇走 這隻狼 一個婆婆嚇走 一隻狼 那隻狼 那隻狼 之後 就通過 這個新街 又去了另一個社區 那條新街 真的叫新街 叫New Street 這是第一宗襲擊事件 現在這個白寧頓市 其實就不是第一次了 其實之前也試過 有這些戰狼咬人 那 問題就是 他們現在根本處理不了 他們有動物服務工作人員 就在那些地方巡邏 找那些戰狼的巢穴 那會不會坐兩輛衝鋒車呢 那些戰狼就不用坐兩輛衝鋒車 那應該是一兩輛衝鋒車去捉那些戰狼就可以了 那 香港偽民就說 連土狼也不夠食物 要攻擊人類 其實也不是真的攻擊人類 有時候可能就是 人和動物太近了 你想想 如果那個大姐被人咬屁股的話 如果真的想 那隻狼真的想吃那個大姐的話 它屁股股肉也沒有了 是不是 但是不是 其實 它應該是輕輕咬了一下 然後 狼又去接觸它 其實就是可能要欺負食物 我猜一下 那些戰狼也是 最喜歡欺負食物 即是欺負就不出聲 其實事實上是這樣的 你不理睬它 你咬了它的屁股 你不理睬我 我就繼續餓你 咬到你給我吃為止 其實那些戰狼類似都是這樣的 維吉尼爾 Key 就說狼應該是一群 那它可能是狼仔 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狼仔還是什麼 不知道了 有人說想起棍妖戰狼 你們想起什麼戰狼 你們想起什麼 我沒有說過 我沒有拍射那些戰狼 當然這個動物服務工作人員 他們當然是有衝鋒車 他們派兩輛去接載這些戰狼 一定有的 在星期六的時候 Meet Watt 和自然資源 和臨業部長 國會議員 Greyton Smith 開了一個會聊天 他們就說 這個工作人員 現在和自然資源臨業部的 土狼野生動物管理專家 積極討論 這個白寧頓社區的解決方案 想想怎樣處理 其實2015年的時候 這個白寧頓市議會 批准過一個應對野狼 戰狼的策略 這個策略就是 預防和戰狼衝突 有一個指導方針 尤其是一個人 被戰狼攻擊的時候 他們怎麼做呢 實際上 其實那些指引有沒有用 其實就沒有用 上個月尾的時候 白寧頓中南部 有三宗戰狼 無端襲擊人類的事件 有一宗真的危險 就是一個受害者 只有兩歲半的小朋友 當時有隻戰狼咬著 這個 兩歲半小朋友的頸 其實 這個小朋友 本來就是在後院的 deck那裡玩的 就是在一個地方 那裡學行 其實 還未能找到 兩歲半 當然還未能找到 就被這隻狼擔著頸 上個月底以來 這個白寧頓市的工作人員 一直監視這些戰狼 他們就找到 有些地方 就是 有些廢棄的屋 可能就是 那些戰狼 就住進去這些廢屋 還有就是 當然 這些土狼 其實 應該 我的理解 就叫做 這個是 這個叫做 美國的 應該叫做 Keyote 我不是很清楚 因為我當然 不是很熟悉這些 在北美的地方 通常 農村 城市環境 都有的 那為什麼 他們這些戰狼 會走進去市區呢 他走進去市區 就是因為 可以捉老鼠 和吃垃圾 其實那些戰狼 就是這樣的 當然 根據這個白寧頓市 這個法例 就不准 那些人 就餵這些戰狼 犯法的人 就要罰這個 三百元家子 另外 他們建議 就任何 給這些 戰狼 咬到屁股的人 或者咬到其他 部位的人 就馬上找醫生救治 還有 將事件 就報告給 這個 河頓地區 衛生局 和百寧頓 這個動物服務部 這個 多倫多野狼 集人 那 很奇怪 Toracef 就說 捉狼 要唱憑著勇氣 不是憑著愛嗎 他們是戰狼 最有愛 那 Dada 就說捉老鼠 是否戰狼 是吃垃圾的 哈哈哈哈 那 Wing Chiyang 就說 阿婆 我家裡附近都見過 Alan Now 就說 我家裡附近都見過 Alan Now 就是Cuyote 其實我不認識的 Ling R 就說 社長動物 是否能聞到人類氣味 就走 那又不是的 其實 它接觸慣人類的動物 很危險 為什麼呢? 它隨時可以反逃 最初好像很純 然後 你不相信它 就馬上跟你反逃 就像猴子山那些猴子 那些猴子山那些猴子 好像跟你很好的朋友 你看到你拿著膠袋 好像很友善 那些猴子山那些猴子是這樣的 然後 你不把膠袋裡面的東西 給那些猴子 那些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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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跟人 住得近的動物 是很危險的 所以就是 那 ET就說 用氣槍射殺 有沒有犯法 那我又不知道 這個加拿大的法規 我又不太了解 這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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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香港的肚腦也是一樣 肚腦變成戰狼是很嚴重的 因為肚腦本身也有很大的攻擊性 講到這裡就算了 免得別人說我針對肚腦去說 青山頭髮麻醉員就說戰狼和人住得很近 Long King 88 說猴子認得超市包膠的 他們是這樣的 他們是很厲害的 Happy Wonder 說他在印度 上個月去了印度 那些猴子就攻擊了三個人 沒辦法了,這些是會發生的 野生動物和人住得太近 不怕人就有很多麻煩 所以之前我們經常說 跟野生動物一定是保持距離 不然野生動物一發瘋 你都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尤其是那些土狼這些 好了,就這樣 休息一會,回來再講其他話題 跟野生動物 你怎麼會知道 之後再講我 by bwd6 by bwd6